委員怎麼看 就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青鳥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言論 他們有一個橋段是賴中強律師 然後他帶著大家在那邊喊說 警告洪夢凱 警告葉原志 大家想說 你們現在真的是把自己當成紅衛兵 綠衛兵嗎 對啊 我覺得他有喊那個警告 而且那個講話那種語調 其實讓人家聽的真的很不舒服 我們不知道說我們到底是做什麼事情 民主政治不就是大家各自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那我們的意見跟你的不一樣 你就要警告我 好像對我有帶威脅 好像我沒有聽你的 你就要對我怎麼樣 那這是健康的民主發展嗎 好像把自己當作是凌駕民主之喪 然後動不動就要對你怎麼樣 你跟我意見不一樣 我就要把你幹掉 把你罷免 我覺得實際上這不是民主 這是假民主之民 行就是鬥爭之實 我覺得連續太多天的動員 真的會有彈性批乏的問題 包含民進黨現在在各縣市下鄉的講座 都已經沒有再看到民進黨年輕人的身影 幾乎都是長輩他們原本的這個基本盤 那所以我覺得呢 另一方面 在這個青鳥的社團裡面 他們也開始發起了一些內鬥跟內耗 比方說當時去租那個紐約廣場的這個錢嘛 那募了兩百六十幾萬 但是真的需要這麼多嗎 錢都去哪裡了 還有一些設計師好像被利用完之後就被踢掉了 甚至裡面有很多大家互相鬥爭的事情 現在還在復议前 還在辦青鳥的這個活動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那最離譜的是 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個活動現場呢 已經開始變成一種這個共產黨式的一種 破四就立四星的這個做法 昨天賴中強竟然領著所有的年輕人們 雖然很少數 但是領著年輕人們 不斷的喊說 警告葉原知 警告徐曉星 那這個跟要把我們五花大綁起來 送去勞改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整個方向 甚至他們還講說 支持何能就是支持威權 然後完全不顧說陳水扁時代 也有核事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他們開始用太多的謠言 以及與這件事情 與復议案與國外改革無法無關的事情 全部參進來做殺尿牛丸的時候 當然我覺得他們的動員力就會越來越少 我們的提案是 我們提什麼案子都是我們自己的決定 那要罷免也是百姓的決定 這公民社會本來就都可以這樣子 我現在這些都是尊重 因為本來這是權利嘛 就是說行政院有提他復议的權利 我們有我們有決定怎麼做的權利 這個我覺得這個都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說身為執政者 如果這樣做的話 實際上只是想希望這個社會亂 我們不希望這個社會亂 我們是希望安定往前走 大家靜下心來好多產業都沒有往前走 好多一些比如說現在全世界一些新創產業 一些健康產業都走得很前面 但是我們沒有我們原地踏步 比如上世界上很多國家 我們的官員我們的國會的這個民意代表 我們的立法委員最高民意代表 應該要把這些心事放在這上來 而不是整天只想說如何的鬥爭 這個是這樣做下去不是不是國家之福 我們真的要這樣子做 我也是要希望無效委員有機會跟賴總統好好說一下 我們要好好的像我們在財委好多政策要往前走 大家不要每天就是只想說不同立場一直衝突 2026年我們快選舉了嘛 那你們說如果我們不信任 如果這個民進黨說我們不信任這個內閣 就叫我們提倒閣吧 我要這樣子講 提倒閣對於這個立法委員來 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大 解散國會也沒什麼大不了 but 但是呢 解散國會以後立法委員要重選嘛 立法委員要重選 那立法委員要重選 只是總統會換掉一個行政院長 這行政院長是隨時一直可以換的嘛 以這樣的行政院長沒有任何權力行政院長 他不過是一個賴清德的免洗快嘛 今天卓榮泰明天吳思瑤 後天郭國文隨時都可以換嘛 所以我們怎麼會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好那如果這樣子 我民進黨要有勇氣一點 不要說國民黨有勇氣沒勇氣 不然就是如果覺得對現在的現況不滿意 總統也辭職 總統附同一起辭職 跟立法委員一起重選 全部重來嘛 看民意怎麼重新選擇嘛 民進黨不要不敢好不好 不要說立法院國民黨不敢說什麼 解散國營會怕什麼重選啊 民意不在我們趕 因為我覺得民意在這邊 不然就是讓2024年1月13號這一次 全部重來一次啊 總統重選啊 總統副總統 這個立法院全部重來一次嘛 你不是說沒有討論不是民主嗎 所以我是充分的表達意見啦 我必須說啊 因為原來其實非常單純的喔 就是立法院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但是呢民進黨把他整個無限上綱的升高成一個政治性的操作 甚至鼓動那個青鳥行動來包圍立法院 那麼非常又立刻的呢 要把它變成一個遍地烽火 甚至是要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整個國會改革法案 本來是希望國會能夠有更增加我們監督的力量 但是呢民進黨的操作顯然它是一個 為了2016年的一個前哨戰 不管是他是縣市長或者是甚至未來的立委的席次 我覺得民進黨都有很濃厚的一個操作的這個意味在裡面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喊出要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這完全是民進黨已經不演了 原來是側翼在講 現在呢民進黨的明代自己都承認 準備要罷免十個國民黨的立委 所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看現在就是罷免的聲量很高 那黃捷似乎還比你還高 當然他昨天在高雄的場子跟底下的支持者說他要來處理 是怎樣處理啊?生魚片還是?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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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是他有說要怎樣處理嗎? 還是就是八九位的我要處理你這種 因為我沒有看他的影片 所以我不太確定處理的意思是 就是說欸我想要請問大家 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 什麼時候會說我要處理你? 是有什麼樣的威脅跟恐嚇的意味嗎? 因為我平常時喔我說真的我活了三十五年 我是沒有聽過有人說要處理我這樣的話的 因為一般來說我可能會去報警 但是因為他是一名立法委員 所以我想我應該是不需要因為這句話去報警吧 好不好?那當然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作為立法委員 我是非常熱愛我自己的工作 那我覺得能夠幫人民發聲 那對我來說我非常的滿足 我也希望我能夠做得更多 所以當有人不管用嘲諷的方式 不管用恐嚇的方式 不管用威脅的方式 不管用八九的方式 想要透過這些說法讓我們閉嘴 讓我們不再願意甚至恐懼害怕我們熱愛從事的工作 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我們是很堅定也很堅強的 因為當我們熱愛我們這份工作的時候 所有的信心跟熱情都會超過他們想要試圖對我們帶來的恐懼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要怎麼處理我 我有一個倒數計時器啦 這應該是黃傑他第... 黃傑說要告我的這第62天 為了避免太難數 所以我有設這個倒數計時器 這已經是第62天了 黃傑說要告我 但到現在好像都沒有什麼下文 所以我不曉得他處理我 是要把我做成生魚片 還是要把我做成牛排 但是我想呢 這個都有這個人身安全上面的風險 我相信這個黃傑委員他應該也不會做出這麼純的事情 所以我要再強調一次 當我們熱愛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我會帶著自信 我會帶著笑容 我會帶著勇氣 面對所有前來的挑戰 絕不退縮 謝謝 台南部份在台上講宣講 找到這個罷免的時候 其實情緒上稍微比較激動 我們說自己不會擔心害怕罷免 這件事情太好 其實那跟我爸 我的事情沒有關聯 是那時候我在後面跟民眾拍照 因為你知道在台南 然後我們後面就大排長龍 就排到 看不太到人潮的盡頭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 王洪威委員在前台講話 他說54期一期都不能少 那我聽到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是覺得很感動 對所以我的想法也是一樣的 我們54期一期都不能少 不管你今天說要罷免的是誰 我們國民黨都會團結以對 都會一起來協助他 不會讓任何一個人來落單 所以呢我覺得 當天來現場的民眾 就是我們最堅實的 給我們最堅實的力量跟勇氣的人 對所以這麼多人 看到這麼多人在現場支持我們 我們當然是很感動的 對所以我覺得王洪威委員 他說的非常好 54期都不能少 54期一個都不能倒